花蓮市公所路灯任养计划开跑之后 陆续获得来自各界响应 而花蓮市民运里更是爱心不落人后 在里长林美静号召之下 全体里民爱心大爆发 任养超过100盏路灯 15号上午市长维嘉贤特别前往 感谢出钱出力的爱心人士 一起为花蓮乡亲点亮回家的路 15号上午花蓮市长维嘉贤 特别前往了民运里社区发展协会 感谢里民们在里长林美静的号召下 已经是连续第三年响应市公所的路灯任养计划 那也特别谢谢林美静里长跟秀景 那长期以来对于社区的一个贡献 那对于花蓮市的部分 尤其是路灯任养好几年以来 每一年都号召民众来任养我们路灯 那我们知道点一盏路灯 让每一个人能够安全回家 那也特别要谢谢我们这么多的好朋友 不管是一盏也好两盏也好 都能够提供自己的能力来协助 我们来做这些事情 花蓮市公所路灯任养计划开跑后 就陆续获得来自各界的响应 而花蓮市民运里更是爱心不落人后 这次任养了超过一百盏的路灯 那我觉得这社区的一个热能量 已经开始第三年了 我想明年应该会更多支的 各位都会认为说比在庙里头 点明灯还会是感觉是更好的 所以说破旧走路大家来 那点一盏明灯 我想一年一千块 可以换来我们的社区安全 那是绝对值得的 花蓮市民运里参与路灯任养 年年都受到里民的热情响应 任养的数量更是逐年攀升 里长李美靖表示 里民们都是自发性的任养 其中也有许多家庭 是任养市长或六盏以上 希望小小的爱心 除了能对市工所有所帮助 也能为花蓮相亲 点亮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记者 许立晴 花蓮市报导